台湾电视国际版权年度盛世 台北电视内容煤盒会盛大开幕了 聚集国际买家以及国内电视业者 藉由煤盒会买家卖家一对一见面会 新唐人优质节目吸引德国、越南和日本等国际买家前来洽谈 台北电视内容煤盒会盛大开幕 聚集国际买家以及国内电视业者 既有煤盒会与国际续场交流 行销台湾邮局节目 新唐人原创动画听评小字小乾坤 将中华经典弟子归 转化成为有趣的现代宣传故事 让国际买家达为惊艳 教育、行政、行政、行政、小孩子 通过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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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钱坤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节目 管理人们说明 它教育孩子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和文化 特别的行动 有没有很多节目 教育孩子的行动 所以雞也可以寫成這樣 好好玩喔 新唐節目由有自在 以動畫講述和字的演變過程 有趣又富有 較於意涵 不只是台灣人 甚至是中國人 這行動畫還蠻不錯 因為可能來自的可能是歐洲 亞洲的部分 節目上的針對 正統的這一塊是 圍繞了這個議題在做很多的節目 所以他們可能在這一塊是非常關注的 新唐人優質節目 吸引包括越南 印尼 德國 土耳其 日本 塞爾維亞等國際買家前來洽談 藉由美和會傳遞電視台理念 國際買家大戰 新唐人不同之處 在於著重中華文化 以及具有國際視野 新唐有電視 胡宗翰 張雲婷 台灣特別採訪 博東